有关民众建议在花莲市公学段514地号土地开辟道路 来改善塞车的情况发生 县议员吴建志邀及花莲市公所 吉安乡公所和花莲县政府前往现场会刊 协助地方来开辟道路 为了改善建国路二段入口的塞车情况 县议员吴建志陈青人 花莲市公所吉安乡公所 二十一号下午前往现场会刊 陈青人也说明陈青人重点 这条路是有兼备晚间上下班的时候 失散车辆的南北边的道路就对了 非常重要 我说的话现在遇到晚间下班的时候 还是早上上班的时间 这个建国路二段二项这条路口 它没有办法两台车相抢 县议员吴建志表示 由于建国路二段在上下半时刻都会塞车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汇宽来解决塞车之苦 那最重要的希望从这个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 因为建国路现在的这个车流量相当的大 尤其是这个东西向之外还有南北向 包含从北安街接过来 那接过来这一支路口 那因为这边也有牵扯到一些私人道路的问题 所以特别这次来做一个协调跟协商 那希望啊这个县政府啊 还有我们这个国有财产局 能够拨用一块这个既定的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能够来从这边做一个开通 那我想这个是能够舒缓 我们这个建国路目前的车流量越来越大 那如果能够从这边再加 加一条的道路的话 我想会这个行人也能够更加的 这个交通也能够更加的舒缓 那行车也更加的平安 那我想非常的这个 这次的邀请人的乡公所跟华林市公所 还有县政府特别来做这边这次的这个会砍 建国路二端二乡路口道路可以说是相当狭小 往往会造成之间的摩擦 用路人在行驶路上可以说是相当的危险 加上赛车的情况可以说是险下还生 我坚持表示既然陈既能说明路段开辟的重要性 他也会继续协调各单位进行改善 让大家能够平安的回家 记得订阅简介绍到 然后我们下 Men